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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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 面对市场需求波动速度加快 程度加上的混乱现象 传统的智慧往往采用调节产能的方法 价格平衡法在解决短期需求波动时则以价格为先 产能为后 所以管理第二个核心观念是以市场需求作为定价基准 传统方法往往以成本加上合理利润来定价 但消费者并不像企业那样了解成本 他们以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来评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来决定可接受的价格 因此收益管理采用市场基准定价法 如果有价格弹性 则按照消费者意愿接受的价格来定价 必要时以降低成本来满足利润的需求 比较来说成本加利润的传统方法是对大众市场进行定价 错过了消费者剩余的收入机会 而收益管理方法认识到不同市场需求有不同的价格 为了扩大收入并保持竞争 针对每一市场区隔对价格的敏感度来调整价格 收益管理的第三个核心观念 是以细分市场为销售对象 非细分市场的价格余地是有限的 细分市场是区别定价的重要基础 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决定的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需要同样的产品 因此企业需要基于年龄性别收入 教育职业生活方式个性等差异进行市场细分 那么什么是这个顾客在这个时刻 愿意为这件产品支付的价格呢 我们可以看到采用不同定价方法的收入示意图 这张图中表示的是采用统一定价方法 斜线下方小巨型组成的大巨型 表示此时的收入 而这张图则是表示采用价格歧视策略 斜线下方所有小巨型面积之和 表示此时的收入 而当价格差异化程度不断提高时 下方的矩形面积之和 将无限曲线于斜线与坐标轴所围成的三角形 也就意味着收入逐渐曲线于最大化 同时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出 价格歧视策略下的企业收入 通常要大于统一定价车流的企业收入 概括一下 消费者的个人主义粉碎了大众市场 针对大众市场 以最高的价格卖出最多的产品传统方法 不再适用 因此收益管理方法认为 不同的市场要求有不同的价格 为了扩大收入并保持竞争 必须针对每一个市场虚格 对价格的敏感度而改变价格 收益管理第四个核心观念 是保留产品代价而沽 常言道先到先得 但在实际的市场环境中 满足先到先得者的这种原则 有时候却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由于产品的有限 最有价值的顾客可能在产品短缺到来时 比如租车公司 把最后一辆车于星期三租出去 而下一个电话 可能就是一个星期的注册合同 保留产品代价而沽的意义在于 优先照顾最有价值的顾客 基于先来先得的原则 出售产品或服务的传统经营原则 已经逐渐不能满足投资者追求 营业收入高度成长的需求 尽量了解西方市场的需求 保留产品给最有价值的顾客 才有可能获取更高的收入 收益管理的第五个核心观念 是以知识做决策 航空公司的收入管理数据库 通常超过300G 相当于6350米的高的文件 如果采用人工处理 每五秒钟看一页 每周工作40个小时 需要43年的时间 而使用计算机就会快得多 准确的预测是收入管理的前提 而人脑的预测 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带有偏差 无法及时消化 不断增加和更新的信息 而计算机预测 可能无法忽视复杂的突发情况 因此好多预测 需要计算机和人脑的结合 以知识做决策 要求预测细分市场 消费者会不断改变消费行为 根据直觉和个人观察 对未来的消费者行为 做出大胆的假设 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误差 因此采用收益管理方法 针对细分市场层次的需求 做出预测 才能够了解消费者行为模式的 微妙变化 收益管理的第六个核心观念 是把握产品的生命 单个产品是有生命的 因此要求企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取得尽可能多的收入 但不牺牲未来的机会 产品的生命 经历引入期 增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每一个阶段 市场特点不一样 因此要求企业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 合理的规划 产品的不同阶段 第二 估计各个阶段收入的曲线 第三 决定推出新一阶段的最佳时期 这里 以一类具有更新换代迅速 衰退期短 更新期新老产品 共存等特点的特殊产品 高科技产品为例 来讲解收益管理的问题 随着新产品进入市场 老产品竞争力下降 价值快速递减 但并不会立即退出市场 市场上有一个新老产品 共存的时期 及产品的更新期 如果老产品的价格和生产 不做适当的调整 很容易造成产品积压 同时 由于老产品价格和生产下降快速 也会造成潜在利润和市场流失 消费者采用 高新技术产品的时间规律 符合高优先曲线 引入期只有少部分创新者 和早期采用的 作为先锋采用产品 而后产品进入增长期 早期大众大量采用产品 而随着晚期大众的采用 产品进入成熟期 最后产品步入衰退期 只是只有少部分落伍者 仍然采用产品 把握产品的生命 就是要以最优化的时机 扩大收入 迅速变化的市场情况 推翻了凭经验 灵感 传统 异测来决定产品的供应 和价格传统方法 针对每一细分市场的价值周期 将产品的供应和价格最优化 以获取最大收入的收益管理方法 无疑会更为适用 收益管理的第七个核心观念 是持续评估营收机会 市场的瞬间变化 要求及时的反映 否则随时可能被竞争者 抢去你的顾客 同时 没有一个收益管理系统 能够在缺乏新的 市场信息的情况下 仍然有效 因此 收益管理需要持续改善 而持续改善 需要顾客评估 竞争评估 同时注意特殊事件 大众市场 已经名存实亡 应付细分市场 需要更加快速的反应 高层管理者的最佳决策 已经不能满足 市场决策的需要 但第一线作战的员工 用决策辅助工具 才能够使他们 能够在针对细分市场时 做出机动性的决策 收益管理的七个核心观念 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会 同学你好 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员老师曾国俊 欢迎来到收益管理课程 本节课主要和你一起学习 有关收益管理和价值共创知识 首先我们思考一下 什么是价值共创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 生产者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而消费者则是 纯粹的价值消耗者 而今天 站在战略管理和竞争视角上 所提出的 基于消费者体验的价值共创理论 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 价值共创理论 不再认为生产者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事实上 消费者通过与生产者的不断互动 已经成为了共同的价值创造者 价值共创 所要达成的目标 实际上就是实现收益最大化 和顾客体验之间的平衡 下面这个流程图简要地描绘了 企业和消费者共创价值的过程 企业和消费者为了创造各自所需要的价值而投入资源 并通过互动以及合作的方式实现资源交换 从而实现双方价值的产出 接下来我们分别从 会通过互动反馈等方式来促进 企业的价值产出 基于此 生产者形成经营绩效 品牌 关系 创新等产出 以实现企业的经营绩效 然而酒店 航空公司 仅仅从生产端关注自身远远不够 还要从服务过程视角 进一步与消费者互动 站在消费者的逻辑上 我们要讨论消费者在合作和互动的过程中 所获得的各种不同的体验 多维的顾客价值 以及由此形成的顾客满意 和顾客忠诚等价值产出 消费者投入时间、精力、努力、知识、技能以及信息 并对企业的价值主张进行互动学习 在企业价值共创支持系统的支撑下面 产生了基于散述互动过程的各类体验 价值、满意度和忠诚度 酒店和航空公司的顾客 在与他们的供应商互动过程中 获得自身的价值 供应商在实施收益管理措施的同时 也尽可能避免与消费者产生矛盾 我们此前提到 企业实行收益管理的目标 就是实现收益最大化 实证数据也表明 实施收益管理的酒店 普遍都取得了2%到4%的营业收入增长 到现在为止 从企业的角度而言 收益管理的相关经验总结和研究成果 也大多着眼于如何实现收益最大化 但是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 常常会发现 且在实现收益管理策略的同时 可能会产生与顾客之间的矛盾 下面这个基于收益管理的顾客满意度模型 就解释了这一现象 酒店在需求预测的基础上 可能会实施包括 或差异定价 库存控制 超额预定 等在内的多种收益管理策略 而酒店的这些行为 会令顾客形成对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评价 并形成顾客满意感等相关结果 从而产生顾客投诉或者顾客忠诚 而顾客忠诚 就是顾客重复购买酒店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 也是酒店持续使用收益管理策略的顾客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当顾客产生抱怨或投诉等负面现象时 良好的服务补救能够起到及时止损的作用 甚至能够提升顾客的忠诚 通过上面的学习 我们不难发现 收益管理不是单一的企业收益最大化 消费者的体业也应当得到重视与关注 换句话说 企业之间的竞争 不仅体现在实施收益管理策略的精心化水平上 还集中体现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 对于企业而言 如果不能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同时 兼顾客的需求和利益 即使可能实现短期内的收益最大化 也必定会损害到企业制成的长期利益 所以融合价值共创理念的收益管理显得非常重要 站在战略管理的视角上 我们应当探讨企业如何在价值共创的模式下 建立新的收益管理系统 以帮助消费者共创价值 那么企业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收益管理的策略 应该被视为价值共创的灵活工具 企业只有积极主动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并从中获取利润才能够实现企业与顾客的双赢 在企业收益管理的文化、流程和系统中 都应该全方位地体现价值共创的理念 如果用两个核心来概括的话 那就是既要与消费者互动 又要重视消费者体验 二者缺一不可 融合价值共创的收益管理 前提条件是要了解消费者参与价值共创的机制 在此基础之上 企业一方面要主动识别细分市场的盈利能力 从而确定价值、设定价格、生成折扣 并且最重要的是 保持实时收益管理全过程的监控 另一方面 企业要为消费者提供创造独特体验的 事宜情境和条件 例如 为价格敏感型的顾客在非高峰期提供低价 就很有可能给他们营造良好的消费体验 从而提升他们对企业的满意和忠诚 最后 在价值共创理念的框架下 收益管理的发展也呈现出两大趋势 首先 数据驱动收益更加迎合个性化的需求 为了满足消费者体验 收益管理预测 从原本对市场结果的预测 转化为对用户需求行为的预测 这在数据分析上则表现为 市场调研等前端数据分析得到重视 而精英结果等数据分析的重要程度有所下降 在此基础上 企业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 构建一个基于需求导向的数据创新收益管理系统 其次 服务种类的细化和创新 现实经济生活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许多微小的细分市场累积起来 可能创造出比主流市场更为庞大的利润 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常委效应 而由于常委效应 企业的许多附加服务 能够在满足顾客不同层面需求的同时 为总收益贡献更多的增长率 本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收益管理 和价值共创之间的相关理论 并对二者的融合与发展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会 来哪儿 以後还得戳 我爱你的 carre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